第1章 台股 第2章 台股 第2章 台股 大家好 我是華興操盤總監洪一群 那今天 在台股 的一個走勢 那當然大家呢 這個蠻意外的 為什麼昨天美股 大跌了222點 稻窮 那今天呢我們台股呢開地之後呢 那一路的一個拉高的一個走勢 其實今天大家都在看 上陣指數 這個地方 是否呢 再次的跌破2700點 但是我跟各位講說 大陸呢 上陣指數 當然跟ETF的一個連動呢 就會比較大 那 其他呢在金融股 因為前一波呢 那跌幅呢也非常一個深 所以現在呢 進行一個反彈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架構 我在前天呢跟各位講過了 現在大盤是壓在哪裡 壓在夜線 所以夜線呢這個地方呢 在昨天的趕來碰 現在我在節目上呢 我也講得很清楚 夜線趕來碰就不是壓 那今天各位 你看到 夜線呢是不是呢 直接呢就做一個突破的一個動作 所以呢在這個位置點 同志朋友呢不要自己預設立場 最近很多空頭老師 當然會恐嚇各位 但是 我雖然你空在十連線以下 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追空 不會讓你大賺的 不會讓你大賺 會不會從在 這幾年呢 三次的一個 跌破十連線之後 其實呢 都是個波段 大好的一個投資的一個跌 或許現在你們 當然呢在跌勢中呢 你不會相信 但是如果說真的未來 我們跟各位所講的都是真的 但是這一切都是會來不及 那當然在Apple呢 在昨天的一個股價 因為呢 營收呢 不如的預期 所以在昨天 重挫 但是反而呢 今天台股 各位你看到 在一些呢 蘋果的一個概念 那最近我跟各位講的 大力光 來 其實找盤反應之後 有沒有開低走高 那這是不是離空出境呢 我是不是跟你講 殺在兩千塊以下 那是不理智的 為什麼 因為兩千塊以下 本益比不到十倍 之前呢 我們跟各位講說 像大力光這回到十二倍 其實呢 它是一個合理的一個價位 那我們不要去講說其他的 你只要回到十二倍 只要回到十二倍 只要回到十二倍 那大力光呢 這個量會差多少呢 所以我跟各位講說 懂跟不懂一定會差很多的 那最近的同樣高價股 我有沒有跟各位講過的 像 3665的 帽連 這美猴王 我現在呢 就報告的送給各位 去年呢 我相信呢 足足六成呢 你錯過 那這一次是不是又來到一個 機會的一個轉折點 那為什麼我要推薦這檔帽連 原因在哪裡 我是不是跟你講 公司發行的 CV的轉換價在134.5 我說呢 帽連拉回來 你要勇敢的買 那結果 朋友 帽連這一次最低拉回多少 135 因為 CV的 轉換價134.5 以後呢 如果股價漲越高 轉換價值越高 而且喔 CV呢 是公司喔 它全部百分之百吃下 這代表什麼 公司的一個企圖心非常的強 但是等到 股價拉上去 如果呢 你在第一檔沒買 那當然呢 這已經相差了一段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距離 好 足足的差了25塊 所以這個就是要讓各位去驗證 好 去驗證 我們不是說這個地方事後論 好 那另外的 好 高價股像力旺 好 那這一次呢 我相信也是在美猴王 part 3呢 我們送給各位 那力旺各位 你看到都是呢 回到季線 都是你最好的一個買點 好 你敢買在季線 其實以往的一個經驗 好 它突破季線之後 你看各位 每一次你敢買來季線的 那是不是都有價差點可以賺 好 是不是都是有價差點可以賺 好 所以 一檔股票 那當然 你要懂得說如何的來回 好 然後來操作 不是每天 一直在預設 高點 我說指數漲漲跌點嗎 最近在農曆年 而且因為呢 成交量它萎收 所以我是不是跟各位講 不會大漲 它會什麼 震盪反步走高 那如果呢 震盪反步走高 那你是不是在個股上 來找機會 那等一下 機會在哪裡 我希望呢 各位呢 一定要掌握 等一下回到現場 專業 讓華信投顧 總能發掘潛力投資 二十多年來 華信致力於更高的目標 更深淵的眼光 為客戶發掘更優質的 投資機會 致付專線 02-2392-3988 2392-3988 歡迎回到現場 那最近其實呢 我們跟各位講說 很多機會啦 都是沒有 是需要你們自己 要去做掌握的 我相信在最近的 一個行情當中呢 很多人 那當然 總是說 這個盤呢 可能要大跌啦 因為為什麼 因為呢 總是呢 這些空投呢 然後去講一些呢 比較負面的 那美國生息這個誰不知道嘛 對不對 那石有破底 我也知道啊 但是 你要去抓產業的話 就是要抓那個趨勢 如果說在這裡 你做到重點的產業趨勢的話 即使大凡影響 那也是在短期的 那也是在短期的 一件創新 來 投資朋友見你 這是 美猴王 我們Part2的送給各位的 來 今天盤創有沒有在創新高 有沒有在創破亂新高 那另外的 來各位 這檔老朋友 那大家呢 這八十塊這一路上來 各位 我說時間去換取什麼 換取金錢嘛 用時間去 換取空間嘛 那 我說高檔震盪 你看喔 這段時間四次 四次的一個短多單 你看喔 賺了之後呢 那你看到 那這一次呢 那是不是要開始要 突破往上了 好 這不是四後輪 這是事先跟你講 好 那最近呢 在通訊股裡面 來 重期 有沒有 有沒有 埋在奇障點 有沒有 埋在奇障點 你今天盤創新高耶 但是我沒有叫各位去追高 沒有叫各位去追高 好 現在 如果像這一種 低價轉機的股票 那 哪一檔呢 它是剛剛從底部突破上來 未來呢 投信呢 它有機會喔 它進來大買的股票 好 這你一定要知道嘛 好 那你想要了解 沒有玩PASS3的 今天也可以打通 打通電話來做一個索取 那這裡面呢 那當然 有一些個股 好 在農曆年前 可以先賺先贏 農曆年後 好 它有機會做噴出大展的時候 你要如何的去掌握 好 所以你看到重期之後 各位 那這一種 好 你看 像奇障 好 這一波呢 那是不是得很深的 那現在呢 各位你看到這一種 是不是整理完即將要去突破 我知道還沒有大展 我只是事先跟你講 等到大展 大展再來講的話 那個叫事後論 那叫事後論 就我不喜歡的事後論 我事先讓你講 讓你 事先呢跟你講 讓你去驗證 那這一次呢 那蔡英文呢 他當選總統之後 那當然 他提出了很多 未來的一個產業 的一個架構 那其中生技 這是其 其中的一項 可能呢 比較呢 重點的一個產業以外 那涵蓋這一塊 各位的 要必須要去注意 來 我在 禮拜二呢 跟各位講過 這也是一樣喔 是不是呢 他整理一大段之後 才剛剛突破 我事先講嘛 我不事後論啊 那今天各位 有沒有在創破亂新高 有沒有在創破亂新高 我事後論嗎 沒有啊 是讓各位去驗證的 但是你每天在那邊猜指數 你每天呢 跟著空投老師那邊 追高殺低 我跟各位講 很多空投老師 即使喊對 那也是賺的 賺的指數呢 賠的差價嘛 真正哪一個空投老師 有帶你呢 空到哪一檔股票大賺的 我們覺得我在這個地方 我 不會帶你追高 我講過 我不會帶你去追什麼 那種機器高的投機股 我不會帶你那種什麼 在高檔的反轉下來的 這種呢 反轉股 漲高 然後高檔反轉 那我更不會呢 帶你去什麼 去追 那種市場 大家認為的熱門的一個個股 同學呢 我喜歡在低檔布局 之後呢 你會驗證說 那為什麼我們的股票 即使大盤跌 它也是趨勢一路往上漲 我相信各位 這個都是呢 趨勢開始慢慢的在扭轉 因為現在 季線呢 還沒有扭轉之前 它是走平 走平之後呢 各位 如果上去的話 那季線 如果再翻養向上 那這個就是什麼 形成一個助長的一個走勢嘛 所以 這個行情看你要怎麼做嘛 那農曆年前 我也跟各位講說 那我們帶你先賺先贏啊 那農曆年後呢 要報哪些股票過年 這很重要嘛 對不對 現在大家在討論 報股過年 其實以今年這種狀態的話 很少人會報股過年啦 但是通常呢 你們都不認同的時候呢 農曆年後呢 搞不好一開就是直接往上跳 所以呢 想要報股過年 賺更多的 沒有關係齁 今天我們也和完PASS3 各位呢 可以帶回去 那接下來呢 的一個行情 我相信在農曆年前 緩曝推升 農曆年後呢 很多股票有一個報復性的 一個上漲 的一個機會 各位呢 必須要去掌握 我明天同一線再會 本公司以往之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且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深深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